另一方面 农委会今天公布又增加了三只幼欢 确定感染狂犬病毒 累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起动物病例 而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新政院今天成立了狂犬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由副院长毛治国担任总指挥 国内动物狂犬病疫情又新增三例幼欢感染病例 包括台东县东河乡 陈公镇以及高雄市燕潮区 而累积到目前染病又欢达到21例 再加上前属一例 全台已经有22起动物病例 而为了防堵疫情 行政院跨部会工作小组上午决议 正式成立狂犬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由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担任总指挥 对于新增病例的台东县及高雄市山区 农委会已紧急再各提供两千剂的动物狂犬病疫苗 加强山区猫犬注射 不过现在却传出 有四组急着为宠物打疫苗 有部分不肖的兽医院却借此强迫推销其他疫苗 趁机发灾难财 防检局强调到八月底前将会有113万剂动物狂犬病疫苗的供应量 另外也将会规划狂犬病相关研究调查 主动监测诱欢白鼻心等饱毒动物做分析 另外疾管署也将从八月一号起正式启动保平安专案计划 凡是过去一年曾遭诱欢抓咬伤者 都可免费补打人用狂犬病疫苗 记者赖史米徐启峰谢其文台报道